大家好 上面有一块荒地 好像有三亩左右 荒了好几年了 我们看一下合不合适 如果合适的话就租下来 种那个黑麦草给鱼吃 就在前面 然后离我们鱼塘也近 看一下 这应该挖地 一段时间来了 修了一条路 这块地听他们说 荒芥这边主要是 上面没有水靠天 中水到中不了 所以就荒芥那里 很便宜的 这一块地 还有上面那几块地 我去看一下 他说有山姆 我来这边看一下 看看有没有山姆 都荒了 就这个地方 这里没有水 荒了两三年 荒在这边 一直荒在这 如果租金合适的话 就把它租下来 送那个黑麦草 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 可以不 这个地方可以哈 可是可以 都长得草 这个地方好是好 就是这个土质 现在好运 要翻一下土 不翻土的话 估计中不了 然后刚才查了一下 黑麦草还是比较喜欢这种干爽的地方 潮水的地方 水多的地方 反而不适合黑麦草的种子 看一下如果租下来的话 这边要翻土 看一下是 看一下能不能借到那个翻土的机器过来 嗯 现在回去了 来看一下 我发现了好东西 什么东西 蛋 鸟蛋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蛋 是不是鸡蛋啊 鸡蛋也不可能啊 鸡蛋 鸡蛋 哪有鸟蛋这么大鸟蛋呢 估计好大的鸟 这个我们鱼塘啊 养鸡的地方迷着比较近 估计是我们的鸡过来了 然后生了蛋 五个鸡蛋 嗯 这可以肯定是我们的鸡生的 因为这个地方离我们鱼塘那边差不多也就是200米左右 封口再有 今天来这边还有意外收获 收获了五个鸡蛋 拿回去 然后再考虑一下 问一下那个人这个租金多少 像这种荒地在我们这边也就是百多块钱 好饿